周杰伦轰弹搬出篮球机 肖敬腾球听你歌长大周杰伦 周董的力表最强巡回演唱会台北唱 军起104天在台北小巨蛋开唱 预计吸引4.4万名粉丝到场朝圣 他的力表最强世界巡回演唱会 历时15个月终于唱回故乡台湾 舞台打造外太空视觉 周董身穿电流战士装 达成太空船出场 气势如虹 周董以海歌英雄 揭开整场演唱会序幕 在18名舞者 二健身教练同步挥舞光 健的节奏搭配 唱完双截棍 他将手中的双截棍丢向台下 气氛还道报 紧接着又快速换上 另一套华丽金属流苏装 轻声唱着世界末日 开不良口经典护书情歌 带领粉丝重返17年前 他刚出道时的青春岁月 演唱会进行至美人鱼趴 周董换上粉红色西装外套 后方景色幻化成海底世界 还有美人鱼悠悠其中 栩栩如生 他唱完美人鱼后 跟粉丝画家常 终于回家的感觉对吧 四年半一次演唱会会不会太久 有没有老歌迷让我看一下 歌迷感觉很近 既然这么近就来合唱 38岁的他孩子亏不是偶像 也不是小鲜肉 还急性接受歌迷点歌 跟二楼的粉丝合唱 算什么男人 还亲自牵女粉丝上台 还突然搂住女粉丝的肩 女粉丝受宠若惊 开心尖叫 当周董唱到印第安老班纠时 跟台下歌迷互动 突然间观众席出现熟悉的歌声 美光灯此时打向老肖 粉丝欣喜 若狂 老肖自背麦克风上台演唱 阿飞的小蝴蝶 周董坐着大喇叭造型钢琴 缓缓升起 老肖坐在周董钢琴椅子上 背对着背唱 唱完周董笑说 刚刚背对着背 只差没牵手 两人私下石球友 台上展现默契 老肖亏周董 我从小听你的歌长大 周董展现综艺衰 老肖继续攻 我爸爸也是听你歌长大 周董哭笑不得 此时推出篮球机 两人尬投篮 队赌输了要在对方脸上画画 老肖 闲况太小 两人拟挨我往 比赛紧张 周董还自动推到三分线 想耍帅却没劲 老肖最后2比1赢球 但周董没有退实现诺言 但毕竟是周董的场子 他说得算 两人合唱告白气球 两人边唱边下台跟粉丝握手 两人还一起站上栏杆唱给粉丝听 此时场馆上空飘下一万颗气球 将气氛带至最高潮 老肖今天下午 记者会透露 早就答应担任周董地表 最强演唱会嘉宾 不过 周董却一直没跟 他对演出内容 这让要求完美的老肖 感到相当紧张 还被经纪人Summer问你到底跟周董 对内容冷眉 老肖无奈回Summer 完全没有对表演内容 没下文 要讲相声窝 直到本周一 老肖传信给周董 对方才用语音回传演出的曲目 并亲自演唱一小段 周董最后还不忘自夸 哎呦 唱得不错呦 他说周董昨晚临时约送菜牌 但老肖自己早就排定工作 因而无法前往老肖 透露 原本心想 反正周董讯息通常三天后才会回 并约周董彩牌后打篮球 想不到 周董尽快速回复 于是二兄弟今凌晨一点多 相约在新生公园打球 老肖笑说周董每次打球都要玩 惩罚游戏很无聊 我很少看过比我还会耍赖的人 老肖说周董最馋玩游戏书耍赖 老肖自己则甘心接受惩罚 服得挺身加上学青蛙叫 不料回到家周董还传信调侃小青蛙晚安 让老肖好气又好笑 进入粉丝点歌 啪 他嗑到一名爷爷粉丝 没想到爷爷粉丝竟点妈妈 请您也保重 周董再度综艺摔 全场笑翻 不过老师的音乐一下 周董还是即兴唱了两句 周董唱完最后一首歌《七里香》 厂灯都已打开 原以为今晚结束了 没想到过一分多钟 响起鼓声 周董又跑上台 笑说 你们都不走啊 反正我等一下也没事 那就继续唱下去 接着即兴唱了最长的电影 完 开了又开放点歌 跟歌迷合唱几口 粉丝乐歪 他还询问有没有粉丝要求婚 没想到真有个男歌迷向女友求婚 周董调皮说 确认你们是真的情侣 亲一个 周董接着请男粉丝向女友告白 男粉丝拿出戒指 当众下跪向女友求婚 女粉丝感动落泪 周董送给这对粉丝蒲公英的约定 气氛感人 在演艺圈友好人员的他 收到张学友 张惠妹 罗志祥 大S 汪小飞等好友的祝贺花篮 其中江惠 二子 送上他和周董的造型气球 二子摇身变成嫦娥 而周董则是太空人 上头写着嫦娥今年度奔月 留在地表要看G 杰伦最强好棒棒 并设有首排歌公粉丝拍照留念 相当用心 今有不少艺人到场看周董演唱会 欧阳家三姊妹妮妮 娜娜及弟弟笑说上次三姊妹一起看的是周吕领演唱会 被问及最想听什么歌 欧阳妮妮表示最想听情片 欧阳娜娜想听不该 而 欧阳弟弟想听告白气球 三人笑说听演唱会都会跟着一起唱跳 相当期待演出 安逸轩则和老公一起来看 笑说明天过生日 提前来看周董庆生 但老公低调躲在门外 等他受访完才入场 大S和老公汪小飞 也现身看周董演唱会 夫妻俩穿白衬衫情侣装 从后台出入口悄悄早往观众席 依旧被媒体发现 夫妻俩特地放下两个孩子来看 大S开心笑说 我老公是他的铁干粉 至于有无想听 什么歌 大S趁机放神 我老公都会 唱周董的情歌给我听 今天想听他的情歌 到了位置上 他一见安以轩立刻给予拥抱 姊妹俩开心畅聊 看演唱会顺便叙旧 不要开心 孙力就帮香港补庆生 死对土胡姓儿今夜在场 孙力主演的那年 花开月正元宪正热播中 近来刚过35岁生日的他 被拍到煤蛋上儿女 只与演员丈夫邓超 到香港享受两人世界 两人拿着来港 与邓超合作多年综艺的王祖兰 当仁不让 主动跳出来 请夫妻俩吃饭 容祖儿 阿三 胡幸儿等人也一同出席 六人一字排开 气势全开 被网友誉为星级饭局 值得注意的是胡幸儿也在饭局中 胡幸儿 在那年花开月正元 饰演孙力的情敌胡永梅 双方在戏内斗得你死我活 但昨天她也在微博 晒出两人的贴头合影 表示戏外双方没有恩怨 祝福孙力生日快乐 孙力也回复 无论戏里怎么样 戏外我们好着呢 证明双数感情深厚 网友纷纷留言 周莹 胡永梅又巨手拉 果然只有戏外才能和平共处 你们的演技都很棒 得到大家的认可 看来胡永梅的确是邓超派去的间谍 周杰伦 肖敬腾 盖头栏 演唱会合唱歌迷海帆 唱歌手周杰伦今晚在小巨蛋举行地表最强演唱会 改变部分道具 新增服装 新增服装 今晚更邀请肖敬腾担任嘉宾 为歌迷献上惊喜 开场特效 直接把歌迷拉到外太空 舞台上巨型盔甲LED多层次浮空出力 太空人漫步于宇宙之间 周杰伦搭乘太空船穿越时空苍门而来 歌迷尖叫声不绝于耳 他也一席全新黄金电话战士 装从伸缩时空大员舱门现身 一连带来英雄 双结棍等歌曲 在18名舞者 二名健身教练 同步挥舞光剑的节奏搭配下 展现如红气势 台北演唱会除了曲目上的调整 整场演出的9套服装 有4套是香港造 形师TOOMS全新量身打造 继香港增加新台币1000万元后 台北又追加超过1000万的制作费 是原本演唱会1.6亿元成本 累计超过1.8亿元 成为周杰伦演唱会成本最高的一套演唱会 今晚特别嘉宾登场的方式特别 起初是乐团和观众玩互动 随机点名台下的观众 最后点到肖敬腾 只见他神秘地拿起手中的麦克风 慢慢走向舞台 接着台上的周杰伦开始弹琴 两人一起演唱 阿菲的小胡蝶 全场观众还翻 周杰伦提到 昨晚他们一起打球 打到清晨2030分 肖敬腾打球不服输的模样 让周杰伦直呼 很像看到以前的我 让肖敬腾亏说 我小时候都听你的歌长大 两人一搭一唱 到了台下观众 两人在台上也忍不住秀球技 拿着篮球 在台上比谁进的球多 最后肖敬腾省出 又再合唱一曲告白气球 此时天空也飘下一万颗白色气球 气氛浪漫 孙绿就往香港补庆生 死对头胡杏儿竟也在场 孙力主演的那年 《花开月》正原县正热播中 近来刚过35岁生日的她 被拍到煤蛋上儿女 直与演员丈夫邓超 到香港享受两人世界 两人拿着来港 与邓超合作多年综艺的王祖兰 当仁不让 主动跳出来请夫妻俩吃饭 容祖儿 阿萨 胡杏儿等人也一同出席 六人一字排开 气势全开 被网友誉为星级饭局 值得注意的是 胡杏儿也在饭局中 胡杏儿 在那年《花开月》正原 饰演孙力的情敌胡永梅 双方在戏内斗得你死我活 但昨天她也在微博 闪出两人的贴头合影 表示戏外双方没有恩怨 祝福孙力生日快乐 孙力也回复 无论戏里怎么样 戏外我们好着呢 证明双方感情深厚 网友纷纷留言 周莹 胡永梅又聚首拉 果然只有戏外才能和平共处 你们的演技都很棒 得到大家的认可 看来胡永梅的确是邓超派去的间谍 这一段时间